中國是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 生物多樣性保護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根本路徑 中國在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成效如何 在近七國新辦舉行的推動高質量發展系列主題信用發布會上 多位地方主政者就此發聲 我們大力推進黃河幹支流水環境的保護治理 深淫化入河排屋口溯源整治 目前河南段94%的國控斷面水質保持在三類以上 出獄入爐斷面水質穩定保持在二類以上 實現了一河淨水出中原天轉百回入東海 這個實施了太行山、呂良山、兩山綠化 開展了焚河、三甘河等七河的治理 加強了岩湖、近岩湖和五湖的保護 打好一紅清水、入黃河等污染防止、攻堅站 我們持續實施三水、林田湖、草沙的生態保護修復工程 近年來森林延綿、草地連片、濕地鑲嵌、錯落有致的生態格局已經形成了 我們實施茶乾湖的保護開發工程 還林、還草、還濕 生態環境質量的明顯改善 升級打造 新安江千島湖、生態環境共同保護合作區 持續深化實施全省域地表水 以及長江上下游省份生態保護補償 積極發展生態康養、生態文旅產業 探索生態產品開發、生態產權交易等價值實現的新路徑 與此同時,我們嚴格實施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 讓保護和修復者獲得合理的回報 我這兒有一組數據啊 吉林省境內的野生東北虎和東北豹的數量 現在分別是50支和60支以上 聽的不是太多 但是這是2017年前數據的翻倍 翻了一番 當前我們吉林已經形成了自然保護地體系 包括東北虎豹國家公園和36個自然保護區 88個自然公園 保護地的面積已經佔到全省復原面積的17% 從安徽流出的水 無論是長江水 還是淮河水 還是新安江水 全部都是二類水 也就是說 都是可以作為飲用水源的水 長江安徽段是江屯繁艷活躍的江段 成群的江屯再現 安徽段的江面 直觀地展示了我們推進長江大保護的階段性成功 隨著環境的改善 這裡成了全國重要的大天鵝躍動地 還有素由鳥中大熊毛之稱的青頭天鴨等珍稀物種在這裡繁衍齊 山西華北報種群數量位居全國的首位 像這個國家一級保護動物 山西的省鳥叫赫馬紀 這個數量顯著的增長 運成黃河時的保護具 也已經成為西伯利亞野生白天鵝 七夕月東的家園 下一步我們講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 在守護母親河聚焦生態河 一坨文明河打造數字河 建設幸福河上持續發力 扎實打好黃河機子灣治理攻堅站 突出抓好黃河幹流流金的縣的生態環境綜合制 建設好黃河古銜水利工程等現代水網體系 有序實施碳達峰山西行動 深入推進鋼鐵交換建材等重點行業領域的節能減物降碳 堅持保護生態與發展生態旅遊相得一張 打造世界級的冰雪品牌和冰雪旅遊目的地和避暑勝利 我們將不為短期增長所動 不為眼前利益所獲 堅定不移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之路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